这个阿嬷失眠到医院去看诊 医生说 你回去以后从医数到一千 你就会睡着了 隔一天 阿嬷黑着眼眶来见医生 医生问 怎么呢 阿嬷讲 昨天我数到五百八十 实在是撑不下去 只好又喝了一杯咖啡提手 忘掉自己的目的 就像我们上回讲的笑话一样 一个病人跟护士讲 护士啊 医生有没有叫你拿安眠药来 那个护士讲说没有 再不拿来我会睡着了 同样 人有时候忘了根本 都会忘了 本来你要这样子做的 你就把它忘了 所以祝福不见了